不少新手驾驶即便拿到驾照,对开车还是没有信心,甚至因为不熟路况跟法规,导致肇事几率偏高。 现在交通部、公路局规划初次零有驾驶执照违规班。 在新手驾驶取得驾照一年内,如果被寄交通违规点数达六点,就要强制上三小时的新手讲习课程。 不打方向灯,红灯右转,转弯变换车道没有依照标示,又或是汽机车不停让行人危险驾驶等,只要被开罚单的同时也要被寄点,尤其是新手驾驶对道路环境还不熟悉事故率比较高,根据公路局的资料显示, 新手驾驶取得驾照一年内,事故率约百分之十,违规率则落在百分之十五,跟一般驾驶相比高出不少。 毕竟考到驾照跟实际上路还是有段落差,公路局发现新手驾驶最常违规的就是转弯或变换车道不依标志, 标线耗制,再来是不遵守道路交通标志标线耗制指示,闯红灯,违规临停并排临停,因此交通部规划取得驾照一年内, 如果被寄的交通违规点数达六点,必须强制上三小时讲习的课程。 这就代表说我们驾训班里面的教育不是很OK,他们出来很容易违规, 所以如果更正确,我们是必须要在驾训班的教育做好。 驾训教练认为,比起事后上课补救更应该提高驾训的标准, 又或是提早在学校教育时,就将交通安全结合于课堂中, 让民众从小就开始习惯基本用入观念,才能真正有效防范事故的发生。 记者吴雅宇,陈昌宇特会报道。